台湾灯会的艺术灯区 已经同步启动了 是由非常多的艺术家 一起来创作的 当然其中也包含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的 小女儿苏巧存 可以看她打扮 中信穿的格子衬衫 来参加灯区的启动仪式 来唱谈她的创作理念 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一组 关于蓝皮火车的在呈现 那这个蓝皮火车呢 其实它是一个 台湾仅存的一个蓝皮火车 去把它制作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其实也很兴奋 因为我们透过20个拱的灯光变化 其实让现场的观众 是可以感觉到 那个火车这样子 经过时候的一个感受 她说她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蓝皮火车的元素 其实她说因为 虽然她在台北出生 但每一年都会跟爸爸苏贞昌 一起回到屏东 所以这蓝皮火车 就是她小时候 在屏东搭过的是 这个家乡的记忆 她也很开心 能够为家乡做一点事 总共四组的这一个互动灯组 要来跟民众一起同乐 她也说 她的专长就是多媒体设计 希望能够来为家乡做一点事情 在台湾灯区中 有她非常多的作品表现 未经许可,至于是 就像一个小节一门 可,至于不算